记者图居民台北报道,中国军机近期接近台湾评刺未减,还速度透过官方媒体耀武扬威。 对此,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稍早表示,中国军机远海长航训练,国军根据既定战备措施应应,并搜集其飞行路线、区域、是否挂弹等资讯。 他也说,中国透过影片或画面文公武下,是为了让我国民众怀疑,恐慌,这是中国希望达到成本效益最低之企图。 中国电战机在本月17日,18日接近台湾,日前轰六轰炸机飞行时,金一台一挂在寻一飞弹。 国防部长冯世宽18日上午原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被寻,却临时请下至衡山指挥所作证指挥。 但有立委执疑,部长不该动不动就进入衡职所,而是要建立相关标准作业程序。 对此,陈忠吉表示,国防部长何时进入衡职所,已有标准作业程序。 中国军机远海长逊的资讯,有及时掌握必要,也是鼓舞官兵士气的方式。 另外,中国军方近期除公布军机远海长逊照片,更公布影片,有媒体问国防部是否比较办理。 陈忠吉表示,国防部会做研讨,他也要强调,中华民国是爱好和平民主之国,和平维护者,而非麻烦制造者。